詞曲 曲 李宗盛 即使我是一個無神論者 我知道耶穌將創世紀視為一個真實的歷史 他相信阿當夏娃都是一個真實的人 他說人從創世開始就已經在 今日大部分的人相信人類是在創造最後的時候才出現 經過幾十億年後才出現 耶穌用創世紀真實的事件 來建構他婚姻的教義 他講道為何因為阿當和夏娃 兩個人結婚 應該是二人成為一體 究竟它是甚麼意思呢 即是說在情感上和比喻上 我們在婚姻裏面應該是十分之緊密 就好像我們真是一個身體一樣 因為阿當和夏娃在真實上和歷史上 都是一個身體而來 女人是由男人的臘骨所造出來 所以阿當和夏娃說 你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讓我拆開話題跟大家說一個故事 我以前是一個醫生 當我36歲的時候 我成為了醫療的消費者 多於去醫人 我遇到一宗很嚴重的交通意外 有一輛裝滿燃料的大貨車 向我駛過來 我們以高速迎面相撞 不建議大家試 我有五個半月住在醫院 在之後的七年 我總共做了56次手術 所以在座 接下來有人要做手術的話 讓我鼓勵一下你們 經過了30次 第31次你就會覺得容易些了 有一天我還在醫院的時候 我的整容醫生就來到我床邊 他就說 維蘭德醫生 我們明天要和你再做另一個手術 我們要在你的臘骨裏 拿多些骨來放在你的臉上 我們會在上次的傷口上面再次開刀 我就問為何經常你要去那個位置拿骨呢 為何你不在另一邊拿呢 因為我怕他會拿完我的骨 他看著我很奇怪 好像醫學院當時沒有教過這些知識一樣 他說我們每次都是整條臘骨 拿出來的 然後我就說 蛤 他說 他說 你不知道嗎 臘骨是身體裏唯一的一種骨 那 你把整條臘骨拿出來 然後留下骨膜 骨膜 骨膜就像一塊薄膠膜 分別包住所有骨 如果很好手勢 把臘骨拿出來 然後完整留下骨膜 他說 很多時候都會整條臘骨這樣生出來 我想一想 哇 這個真是神奇 神真的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阿當就不會在他一生就少了一條臘骨 我有時跟人說 如果你不相信我說的話 之後你來 然後我就把那個疤痕給你看一看 你還可以來拍一下 我那個生了五六次的臘骨